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便给大家分享加入豪门的何莉莉的故事 1946年何莉莉出生于江苏南京 两岁的时候随父母一起来到台湾 她的家境殷实 从小一时无忧 长相在同龄人当中也很出众 19岁就已经是个大美人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 她被导演相中 参演了电影《蓝语之歌》 尽管只是一个小配角 却让她确定了目标 要进军演艺圈 成为一名演员 两年后她与家人搬到香港 很快便签约在邵氏旗下 拍了《西游记》《何日君再来》 《文素晨》等好几部电影 尤其在《文素晨》中 她饰演女主角林鸿玉有半裸戏份 让她获得了《美艳亲王》的称号 在那个年代感情戏顶多搂搂抱抱 接吻都非常少见 更不要说半裸情节了 不过这一次尝试让作为新人的她 有了一些知名度 戏约也渐渐多了起来 随后她更是大胆出演同性题材电影《爱奴》 这种出位的做法在那个年代更是少之又少 当时《民风》相对保守 影片上映之后 尽管有很多人觉得这种题材有上风化 但更多的还是好评 尤其在法国和英国 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还被评为《世界十大明天》之一 她彻底走红 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明星 各路戏约 广告 代言杂志等邀约 分制她来 接连拍了《玉面飞壶》 《湘江花月夜》 《十四女英豪》等多部影视剧 和潘英子 胡燕妮等人并称《邵氏十二金差》 从1965年入行到1973年隐退 短短8年时间 她一共拍了50多部作品 还都是主演 足见受欢迎程度 而她的隐退和婚姻有关 进入《邵氏》的第二年 她已经很有名气 杂志影片频繁亮相 让她成为香港最红女星 同时也让赵世光注意到她 赵世光是赵从严之子 而赵从严和包玉刚 董浩云并列三大传王 四个儿子中 赵世光和哥哥赵世增 都是卧眠在万花丛中的高手 据说赵世增一生睡过的女人有上千 还一直宣称自己永不结婚 而赵世光与何莉莉的结识 正是得益于她的哥哥 1967年赵世光从美国留学归来 正值春风得意的年纪 除了紫城赋业外 更是将传物事业发展到顶峰 也让她成为两岸三地有名的钻石王老五 她的哥哥当时正在跟邵氏演员金飞谈恋爱 秦飞告诉她 自己也可以给她介绍明星女朋友 然后给了她一本相册 里面都是邵氏当红的年轻女演员 她翻看一遍 最终将目光聚焦到了何莉莉身上 随后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每日殷勤接送 名牌首饰 衣服 包包 送了不计其数 然而何莉莉仍不为所动 并没有沦陷在这些糖衣炮弹里 传闻当时的何莉莉正在和另一位演员张冲谈恋爱 但因为赵世光的介入 直接导致这段恋情黄了 两人相识六年 期间赵世光求婚三次 她都没有答应 直到有一次参加活动后 她喝醉了 赵世光照例送她回家 在车上 她靠在赵世光手臂上睡着 为了不惊醒她 赵世光一直不敢动一下 这让醒来的她很是感动 没多久 赵世光再次求婚 这一次她答应了 并决心退出演艺圈 做全职太太 相夫教子 两人于1972年结婚 赵世光既然要迎娶她 牌面肯定是小不了的 公共更是直接送了她 一台家常版的劳斯莱斯 婚礼在香港的圣约瑟教堂举办的 她身穿价值四万港币的婚纱 宴席开了上百桌 几乎全香港商界演艺界明星 都有到场 丈夫工作繁忙 何莉莉一心照顾四个孩子 养育成人 只是她没有想到 酒精考验才选中的这个丈夫 一点也不让她省心 事实上 怀大女儿的时候 她就听闻丈夫在外 有捏花惹草的新闻 不过没有太在意 毕竟生意场上 有时难免逢场作戏 再后来传闻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真 她找丈夫谈心 说孩子慢慢大了 希望对方解身自豪 给孩子们做个好榜样 赵世光满口答应 但出门后 一切照旧 没有丝毫改变 后宫更是多到两张桌 都坐不下 她在婚内 第一个劈腿的人 是舞女承秀丽 或许是因为年代太过久远 两人的事事非非 很少被外界谈起 但这段感情 却不是绯闻 而是真有其事 毕竟两个女儿都生出来了 此事赵世光 并没有瞒着何莉莉 不过 程秀丽 一直没有得到名分 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 从丈夫开始劈腿 何莉莉就没有想过要离婚 纵有千般不乐意 她也清楚 自己一个妇道人家 根本阻拦不住丈夫 在外面沾花惹草 唯一能做的 就是像过去 一夫多妾的模式那样 牢牢守好自己的正方地位 因此从家族的观念出发 即便程秀丽在外面 给赵世光生儿育女 可只要对方进不了赵家的门 就什么都不是 一双儿女也只会是家族 以及外界人眼里的野种 这一点赵世光很清楚 不过她虽然并没有试图把程秀丽带进家门 但还是顶住非议 按照族谱给两个孩子起了名字 后来还将两个孩子送到了英国读书 据说一直到2005年 她才被狗仔拍到和两个子女在外吃饭 不过最让何莉莉恼怒 也是最让她头痛的 还是赵世光和谭玉莓 长达多年的爱恨纠缠 谭玉莓是亚界出身 长相气质 各方面跟何莉莉不相上下 她和赵世光刚认识 两人约会还有些避嫌 虽然乘坐同辆车到饭店 但还是以前以后 再后来便毫不避讳 大方玩手出入 1995年 赵世光被拍到开车送谭玉莓 据说当时她们在香港的罗边沉道 惠翠苑另有小窝 谭玉莓更是在那个时候 给赵世光生下了一个女儿 海啸张宣誓主权 故意在媒体上聊起赵世光 称她为光仔好朋友 何莉莉看到报道质问赵世光 赵世光干脆摊牌承认错误 表示会与谭玉莓断绝往来 谭玉莓也改口 声称自己与赵世光已分手 实则却是转为地下情 四年后 两人又被拍到一起去泰国旅游 这一次索性不再藏着掖着 而是渐渐高调 谭玉莓甚至不断地在媒体上发声 呛何莉莉想逼她主动让闲 但何莉莉没有接招 而是暗暗开始了与谭玉莓的决斗 还是女人了解女人 谭玉莓不怕背着小三的骂名 也要与赵世光在一起 无非是一个钳子 于是赵世光为谭玉莓买首饰 何莉莉便买珠宝 赵世光为谭玉莓买楼 何莉莉便买别墅 总之就是要压小三一头 还公开表示自己绝对不会离婚 不会随随便便就把位置让给另外不相干的人 有传闻 两个女人斗气 前后至少花了两个亿 闹得满城风雨 如果认为何莉莉只是会带孩子 容忍丈夫出轨的软弱女子 那就大错特错了 她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想法 有主见的人 孩子大些后 有了空闲 她并没有一直守在家里 而是来到上海 开了自己的餐厅 近一多年 她已是业内有名的美食家 企业家 而围在赵世光身边的这些人 不用她亲自出手 很快就自动离开了 2004年 谭玉莓与赵世光的女儿出生 不过她还没来得及邪女上位 赵世光就突然查出心脏有问题 要做打桥手术 由于一直以来比较肥胖 胆固唇高 手术后 她又中风了 尽管花不少钱抢救回来 却开始口齿不清 说话也不利索 这一次生病 先前多次叫嚣 并宣誓主权的谭玉莓消失了 而且很快有了新男友 还跟记者强调 新男友身体很好 暗讽赵世光的病情 2010年 赵世光再次因为中风住院 辗转香港台湾两地进行治疗 最后还是回到香港家中 由何莉莉亲自照料 出于对妻子的愧疚 她在订立遗嘱的时候 将70亿身家都留给了妻子 另外还有三处房产 则留给了她的秘书刘元元 六年后赵世光去世 葬礼还没操办完 刘元元便找上门来 原来她被赵世光包养了十多年 这次找到何莉莉 就是为了拿回自己的房产 不过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聪明的何莉莉 早在赵世光生病期间 就将丈夫所有房产 转到大女儿名下 财产尽数归她所有 气不过的刘元元 将她告上法庭 要求拿回自己的房产 官司历经三年 最终还是以何莉莉胜诉告终 不仅如此 程秀丽去世后 她所生那一双儿女 也与赵世光的财产无缘 2019年有记者采访 正在火锅店打工的 程秀丽之子赵世康 对方谈称 母亲在世时 经常会给兄妹俩 一些钱财作为生活费 父亲虽然工作很忙 但经常会来家里 看望他们母子三人 陪他们吃饭聊天 而对于遗产 她说自己完全不会去争 那些东西本来 就跟她自己没什么关系 妹妹就是父亲 留给自己最好的遗产 直到赵世光去世 和莉莉长达43年的婚姻生活 才终于清静 她熬死了花心的丈夫 逗走了各怀鬼胎的小三小四 甚至小五 有记者拍到 上身穿着淡蓝色西装 脚穿时下流行的小白鞋 仍像几十年前一样 气顶神仙 大方从容 隐忍了四十多年 她坐拥七十亿财产 不愧为史上最强正式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 祝你每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期待